凌晨三点天还没亮 一辆黑色轿车嗅一下开来停在路中间 一名黑衣男下车手上拿着一把长枪 下车边走边拉枪机 接着上膛走进巷子里就开枪 巨大枪声让人惊呆 黑衣男开完枪直接快闪 飞奔上车开车离开 邻居整夜睡不好被枪声吵醒 因为黑衣男三点开始 每隔20分钟就来开两枪 前后开了六枪 一楼铁门被开四枪 四个弹孔大洞 二楼玻璃窗被开两枪玻璃破裂 邻居说屋主在国营事业上班 买下偷天做旧屋新盖 另外路口的通讯行 前一天还被车撞坏铁门 两个受害屋主是好朋友 怀疑是同一个人犯案 他就通知了 我最后会说怪手要做烤 今天比较早就开这枪 现在要做工程了 接连冲撞房子对偷天错开六枪 警方十二个小时内逮捕 未成年开枪嫌犯 跟一名坚硬共犯 了解是借钱关系为了三十万 只有后起争执才去开枪警告 警方也找到犯案车辆 车上有甩棍铝棒跟打断的木球棒 是否还有其他共犯 还有待厘清 记者王毅玉高雄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